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各位星岛会客室的观众和听众朋友大家好 今天来到我们这个节目时间里面 很开心 今天请来远度在香港而来的几位年轻演员 哪方面的演员呢? 就是粤剧演员 没错 今次我们这几位演员是来参加粤港美命令大会演 粤剧命令大会演 我们首先让他们四位介绍一下自己 哈啰 你们四位好 哈啰 大家好 哈啰 大家好 多个观众 不如先让你介绍一下 由左到右 过来介绍一下自己 哈啰 大家好 我是来自香港的粤剧新秀演员梁振文 我是梁梓琪 我是周乐彤 大家好 我是陈景瑜 我们到四位年轻演员 朝气勃勃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的演场 其实我自己都很兴奋 因为我知道在粤剧方面 印象当中都是一些可能年纪偏大一点 或者是我自己小时候陪家人去看电影的时候 都是感觉上是可能和我的年纪距离 有一大段的距离 而今天一反过来都是一段大段的距离 不过是比我小很多 所以我自己个人是很兴奋的 什么都要问回了 今次来到三藩市参加今次的演出 其实等你们几位和大家说 有什么对今次演出的期望 不如先让梁振文说 首先很感谢星岛日报 和香港经贸署 和广东法和会馆 所有的支持我们 支援我们后台所有的单位 我非常开心和兴奋可以参与今次的演出 希望可以有很多当地观众 喜欢粤剧的男女老少朋友 可以支持我们 芷琪呢 和郑文一样 非常开心 今次有机会来到三藩市 和这里的观众见面 对于今次演出的期许 当然是希望我们每一位 都是全力以赴做到最好 希望三藩市的观众会喜欢我们 因为我们都很喜欢这个城市 那罗涛呢 一样是很多谢主办方的邀请 很多谢有这样的机会 就是多了一个渠道 给更多的人认识 原来香港有一群 是很努力做粤剧的年轻人 嗯哟 影完 那我也是第一次受邀到美国来演出 那希望今次的演出可以带给大家一些惊喜 和希望大家喜欢 其实我也觉得很特别的感觉就是 就是我们听你们讲话的时候 都是充满着这个 和我感觉很近的感觉 但有时候我听回 因为我自己有做那个宣传声带 听到你们的演出的时候 那把声是完全不同的 不如跟大家讲讲 其实你们当初是 要怎样练多少年 才能练到你们这样的功架呢 即是怎样去把自己本身 讲话的声音 和你们演出的 演乐剧的时候的声音 是完全不同的感觉 陈文说一说 我觉得这件事很厉害 我常常都很难去理解 怎样去运用这个喉咙的肌肉 去变成另一把声出来 其实呢 做粤剧和其他话剧都有共通之处 台词我们说的口白 是不可以像平时我们聊天的状态 去说话 因为要放大 和有时要戏曲 有它特定的夸张化的表演程式 所以呢 我们是需要练声的 不如陈文说话很斯文 但是呢 我记得我听你的剧的时候 把声是完全不同的 不如你可不可以即场演绎一下 即是你说话我们听到 即场可不可以演一句 一两句 很简单 让观众可以听到分别在哪里 那我就说几句我们粤剧的一些官话的厚白 好好好 让大家去展示一下 我感到很期待 有请有请 那我就说一段周瑜写表的官话 嗯嗯 地梁幽书 乃拜奉 敬达都度 私有奏公 自从老师于动众 家徒美国于相同 既是无柴报够董 若是无庸 莫清崇 见智能 党三重 抄市 针监地 骄龙 哇 真是很 神父奇奇 即是完全是说话 这就是个分别所有 说话和演出的时候 那个声音的跨度的变化 真是非常非常之厉害 我真是自己真心拜服 而且你们的年纪都仍是二十多岁 以我的了解来说 真是很年轻 可以有这样的功力 我相信这次演出应该是非常非常之值得我们期待 再想问回 其实 我知道你们几个都是比较年轻的入行 不如跟大家说 当初 怎样会突然想起 要去加入粤剧的演出 有什么契机 和会令你们想想 你们这么年轻入行做粤剧演员 那会怎样用你们的方法去引起 童年人的一个兴趣呢 都想问回几位 谁想回答 其实契机就是小小跟家人去看 由观赏开始 由看器盘开始 因为香港有很多的神功起 一路接触之后 一路都当它是一个课语兴趣 例如身边的同学 可能是游泳 弹琴 巴雷舞 其实选择一样课语活动 我就选了粤剧 几岁开始 我是六岁几开始 一年级的暑假开始 就选了一样课语活动 就选了粤剧 就选了粤剧 一路都是 继续是一个课语兴趣 至于你说入行是真的完成了学业 之后 不如去选一个自己喜欢的 作为自己的工作 就是一个这样的契机 其实至于如何引起身边的同学的兴趣 其实以前小学和中学 学校都会有些类似中乐洲的东西 就会在那些环节 老师就会说 你有一个这么特别的课外兴趣 不如就在这些中乐洲 在同学面前表演一下 其实可能当时数云 全家学校千多个同学 可能真的只有你一个接触粤剧 那你是最特别的 其实又不是特别的 可能是刚好这个课外活动 是其他同学没有选 在这些中乐洲表演一下 甚至是中学校庆的音乐 老师都特意加一节粤剧的表演 通常我们叫做Chinese Opera 都是这种歌剧的形式 只不过是用这个很传统的中乐 去做这件事 所以都是一个很有艺术感觉的表演 不如问一下景余 因为景余的演员方面有特别的 因为你经常都要做反串 对吧 跟大家讲讲你又怎样去入行 反串有什么难度 我反串是因为很简单的 是因为之前的业余的空艺社不够男子 所以我刚好去了做男子 一直一直继续到现在都是做生角 就是做男子没有做过花旦 做反串最辛苦的当然是跟不上男子 因为男子的身体素质是比女子强很多 那我 怎样说呢 怎样为此强很多 是否有些功法和身法 是的 身体素质本身 男子和女子的身体是不同的 那女子通常就会比较重一点 下身会比较重很多 那做起床所有工 所有东西都会比较吃力一点 加上男子本身的身体 肢体语言是比较开扬一点 那女子天生就不会这么开扬的 那这一个都是需要时间 和需要去联系的 那都比较难的 加上自己身体素质不够男子的情况下 就可能要多一些练习 但是经过了这么久的训练之后 我相信现在已经是 架轻走熟了 都 是的 可以的 有信心 我们对你好有信心 那乐童呢 有没有什么 跟大家分享 如何引起这个年轻人去 关注粤剧 让大家觉得 其实看粤剧是很潮的 其实粤剧也是很有自己的感觉 年轻人都应该去看美丽的一面 其实我觉得 因为现在的网络平台发达了很多 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渠道 给多些年轻人去接触粤剧 因为其实在我们小时候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粤剧 除了家人带你去戏盘看电影 又或者除了每年 一些筹款节目的时候 会看到 如果不是 基本上都没有什么机会看到 我记得我小时候很印象深刻 就是我的同学对于粤剧的印象 就是凌晨两三点 那些粤剧的粤剧 好像鬼片 那些就是粤剧 所以现在 如果能够好好利用 网络平台 去宣传粤剧的话 那就可以 让大家都知道 其实粤剧也不是真的 那么老饼 而且现在很多流行曲 都会加入一些戏剧元素 是哦 其实如果粤剧做一些 cross over 譬如hip hop 或者rap 都挺有意思的 可能在一些 hip hop或者rap的音乐 里面加入粤剧的 唱版 正如阿朕刚刚那一段 可以做一些remix 可能会引起更多年轻人 去听粤剧的 所以这个下一个 就是我刚刚 乐童简单地回答我下一个问题 就是粤剧的创新 很多时候大家都会觉得 就是你们可能 训练很多的传统的曲目 但是会不会你们会 想一下就是 如果传承到下一代 就是传承下去的话 会不会也都 做一些现代形式 一些粤剧的曲目 就是你们会有些想法 就是与粤剧的创新 和一些变革来说 有什么看法 我先证问 其实呢 一直以来都有的 就是关于这个曲目 如何去创新 然后融入在传统的 起曲作品里面 有很多 例如有很多 粤剧的作品 会有一些 可能有些 七八十年代的 流行歌都会在里面 其实呢 带出来的效果是好的 是很多人会接受的 因为某程度上 会觉得 可能会产生共鸣 或者会对那个 那个意境是会更加更正 就是感觉是很贴切 其实我是觉得 不会反对创新这些东西的 但是当然不可以 怎么说呢 忘记了最重要的基础 是的 忘记了最根基的东西 所以我们作为年轻 其实呢 都是 在传统的这个基础上面 是要先打稳 然后再去想 如何去融入一些 新的元素进去 就是不会失去 它本来的 那个 原则 那你们有什么补充 就是关于对于 粵剧创新的这个看法 嗯 就是好像刚才 杂文说 就是因为粵剧有很多 不同的格式 就是可能有分质 要压运 就是基于这些条件之下 去创新 我个人都觉得是接纳的 那当然就是说 刚才可能 说粵曲 Crossover 这个hip hop 那有些人是接受 有些人是不接受的 但我觉得都不要紧 所以是一个 尝试而已 就是你难保说 不知道几多年之后 大家其实觉得 这件事是好的 其实我们现在 很受欢迎的任白器 在当时刚刚出来的时候 对他们来说 都是一样新的东西 不是很受欢迎 就是保守派 会觉得 有时候可能对新的 接受度会低一点 是 但是过了很多年之后 发觉原来大家 听了多了 可能会接受了 反而觉得是另一种 的美态在那里 反正就是一个开始 没有第一步的尝试 就不会有之后的 好的改变 是的 我经常在想 如果把一些经典的港剧 变成粤剧版 也挺有意思的 就是想想 把唐心风暴 变成粤剧版 也挺有意思的 所以有机会的话 希望在今次的演出成功之后 等你们再累积更加多的经验 然后再把粤剧发扬光大的时候 会不会有些现代版的曲目 可以再一次来到这个湾区演出 我个人都很期待 今天的节目时间 亦都非常开心 请到我们这么多位 优秀的年轻演员 来到我们这个节目现场 再跟大家说声 呼吁大家 去参与我们今次的 粤港美粤剧名领大会演 我们来到三藩市的大明星戏园 都非常兴奋 大家都知道是一个历史悠久 非常有名的戏园 今次终于有机会来这里 冲出香港 冲出亚洲 将香港粤剧新秀的一些剧目 在湾区里展现给大家看 希望大家多多来支持 还未买门票 记得《尼星导日报》 买票来支持我们 期望见到你们每一位 对了 星期五记住 有他们这么多位精彩的演出 那我们今天的节目时间到尾声了 多谢各位的收听和收听 多谢各位 多谢